第386章 西楚双臂 一 秋高马肥 水草风茂 可是从北莽姑塞州再往南边走 景象就显得有些荒凉乏味了 尽是荒沙 不愧是北梁苦寒贫瘠的 连被视为最接近骆驼的莽马 都有些不适应 不过听说梁州关内梁龙一带的牧场 倒是出产天下低等大马的风水宝地 因为恰好沾了个笼子 这让北莽南朝文官武将都惦念上了 将其视为囊中之物的禁鸾 能够在西京朝堂上 挺之腰杆大声说话的几位大人物 出政前便已经跃跃欲试地放出话去 愿意用阳光斗 陈锡亮和寇江淮等人 肩膀上那些架比王侯的值钱脑袋 去换取那边几座牧场的归属权 比如明动天下的仙黎牧场和天井牧场 只不过这趟南征 确实有些流年不利 西京前不久才听到一个好消息 说是那位凭借战功 得以荣升下那波的崇家敌长孙 成功说服了滥陀山那帮突驴 归顺北马 但是等到大军马蹄 刚刚踩入鸟不拉时的刘州边境 就立马传来噩耗 先是某只横空出世的北梁青旗 由刘州边关长驱直入 绕过君子馆瓦柱等一系列重兵把守的军阵 直奔西京震动朝野 然后是仲坛部一万京旗 竟然给人堵死在秘云山口 仲坛至今生死不知 坐镇中路第二线的大将军崇神通 很快就向北庭王账上了请罪的折子 皇帝陛下也完全没跟崇家客气 直接一指调令下达中路 将种神通的弟弟 吉纳为夏纳波的叔叔种粮 率领八千荆旗离开驻地 赶赴孤塞州堵截那只深入腹地的北梁骑军 名义上归主帅黄宋扑调遣 那架势显然是说 刘州大好格局 因你种家子孙而弥烂不堪 那就用八千种家儿郎的命去还债 拦下了 既往不救 拦不住 那就继续拿杏种的去田 若是种粮依旧能耐不够的话 到时候就要轮到你种神通亲自出马 梁州关外战士就不用掺和了 乖乖去沽塞州境内收拾烂摊子 红敬炎莫名其妙地死在龙眼平原后 数万柔然铁骑群龙无首 转瞬间就被前线各大势力瓜分殆尽 在第一场两莽大战中 各有折损的北方草原大西梯们 差不多都已经开始打起小算盘 大将军种神通倒台后 自己能捞到手多少种家的百战老族 在草原上 学那些喜欢风花雪月的南朝文人坐而论道 大伙都觉得浑身别扭 可坐地分赃 人人熟人 北莽西县大军 按部就班地向南推进 速度不快 这只兵马在十天之前 突兀遭到一万北梁龙向骑军的凶狠阻击 短短半个时辰之内 黄颂蒲麾下六千先锋骑军 就那么抛尸战场 从短兵相接到战士收尾 再到马虎收尸 很多志在梁州的拢官权贵 都觉得还没缓过神 其实也不能说全无征兆 在大军由南朝孤赛州过境 进入接壤柳柳州版图之后 几方马兰子就跟北梁赤后硬碰硬死磕上了 很快就让霍西真相的北莽主将 纷纷跳脚骂娘 好死不死的 竟然是梁州关外的白马游弩手 跑来这里撒野了 虽说已经把营南下远离庙堂 可主帅黄颂蒲也好 手握南朝精锐骑军的拢官系武将也罢 对于自家后院的动静都不得不去关注那里的风吹草动 不让虎头城一带见到一起北梁游弩手的身影 是皇帝陛下在西京朝堂上的亲口旨意 结果呢 董胖子的乌鸦篮子死绝了 大将军柳归的黑胡篮子也死干净了 甚至据说连董卓的小舅子也把性命丢在了龙眼平原 到头来白白让那个姓李的北梁年轻校尉 一夜之间鸣动草原 如今更是大摇大摆来刘州北部要武扬威来了 黄颂蒲是打老了仗的沙场民宿 所以当马兰子的伤亡谍报不断传入帅仗后 就已经开始收缩阵线 也放缓了南下推进速度 显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这支大军 主心股是就南院大王黄颂蒲 更是那拨在北蒙南朝无法无天惯了的龙关豪法 很浅显的道理 大军主力正是龙关各大家以两字姓氏的嫡系 黄颂蒲虽然还顶着北蒙十三大将军之一的头衔 南院大王的帽子早就摘掉了 也是曾经隐退过的老头子归根结底 勉强撑得上黄颂蒲嫡系的兵马 不过就是三万余旗 比起如今贬折到幽州战场的柳归还不如 说实话 第一场两莽大战 董胖子亲自主持大局的中线那边 是板上钉钉的盛事 连虎头城都打下来了 北梁大将刘继奴的尸体 都用棺材送回了南朝 形势一片大好 而柳归坐镇的柳州战场 好歹算是军事 虽说战损不小 可毕竟连龙象军副将王领宝都已战死 只可惜幽州那边太拖后腿 大概是杨元赞真的太老了 竟然沦落到全军覆没的境地 给人在葫芦口里包了饺子 最后只跑掉一只柔然铁骑 这才导致北莽满盘皆输 所以在心底 龙关大大小小的豪族门第 并不觉得北梁边军真有什么可怕的 尤其是比梁州骑军和幽州不足 要天生矮上一头的刘州兵马 除了在第一场大战里伤筋动骨了的龙象军 还有拿得出手的一等精锐吗 再怎么瞪大眼睛去找 也没了 所以这些家伙几乎人人憋着一口恶气 尤其是阴魂不散的梁州游弩手 愈发惹人心烦 拂晓时分 通宵整宿的一位老人 在数名精壮护从的陪伴下 缓缓走出那座戒备森严的牛皮营帐 来到一处小土坡登高难忘 随行众人中 一名衣冠博代如中原如世的中年男子 尤为引人注目 面对胡老微犹在的老人 也没有半分拘谨一位 老人身材高大 须发皆白 披甲配刀 毫无腐朽老态 大抵而言 年龄相差一个辈分的他们 气势相当 老人正是南朝屈之可数的大将军之一 黄宋璞 而如是模样的男子 则是在北莽军中名声不显的肿梁 此人在北莽江湖是一等一的枭雄巨拨 从不曾听说有领兵打仗的履历 这次本该率领八千家族京旗 直奔孤塞州救火 不知为何会孤身绕道至此 任由八千种家精锐直插南朝腹部 此次出兵 涉及家族兴亡 仲良似乎未免也过太儿戏了 仲良赶巧 亲眼见到那六千北莽先锋齐军的肖王 然后就打定主意不挪窝了 随军南下一待 就待了这么多天 在这期间 这位差不多能够用硕国仅存四字形容的北莽武道宗师 还极有闲情益智地亲自出手了两次 斩杀了四五十旗 原本已经脱离战场的梁州游弩手 黄宋蒲当年亲自调 叫出来的马篮子 在南朝边军里名声不算小 只不过比起晚辈董卓的乌鸦篮子 或是同辈柳归的黑胡篮子 还是要逊色不少 这不是说黄宋蒲的治军用兵就输给那两人 既然老人能够把持西京军政那么多年 能够与北院大王徐淮南共分南北 自然不会是什么寻常人物 只是黄宋蒲在这二十年里南院大王的身份 远远重于大将军 心思不得不向庙堂倾斜 既然做了南朝的当家人 自然就得为整座西京谋取利益 为冷关姓氏和官场沙场两拨同僚下属争取地位 久而久之 很难再去边关军中亲力亲为 故而这次领军南下 黄宋蒲不由地百感交集 久输战阵 就算兵法韬略没如何落下 可是很多细节 确实是无法向当年那般运转如意了 如果是十多年前的自己 那六千先锋齐军 就绝不至于胆敢冒事前途 擅自与一万龙象军展开撞阵 但这不是真正让老人感到疲惫的地方 而是更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幕 表面上是隆关子弟桀骜难逊 贪功冒进 以致出师不利 事实则是 黄宋蒲本意 就是让战力差强人意的那只先锋齐军作为诱饵 又是刘州齐军深陷泥 老人早已准备好一万亲军惊奇 蓄势待发 只等战士稍稍僵持 就能够在关键时刻增援战场 最终一锤定音 一口吃掉那一万龙象军 哪怕是两万兵马 换一万龙象棋 黄宋蒲都是大胜 无论是虚头巴脑的气势 还是实打实的局势 皆是如此 但是相较那些荡气回肠的野战主力对决棋战 黄宋蒲在这场只能够称为转瞬即逝的小规模接触战中 就发现自己有些力所不逮了 第一是高估了龙关系先锋 齐军的战力 低估了龙象军的冲阵之劲 以至于等到一万亲军的投入战场 从原本的螳螂捕蝉变成了纯粹的救援 更加致命的是在接下来的战局预测当中 黄宋蒲认为发动此次突袭的刘州骑军主将 也存有诱敌深入的念头 所以用兵持重的黄宋蒲在稍作犹豫之后 虽然让一万亲军精锐展开裹绝追击 但是严令齐将不得脱离主力五十里 也就意味着战功大小 只在五十里路程之内 最后那名齐将带给老人一个哭笑不得的真相 追杀五十里听命停马后 剩下三千余敌齐扬长而去 除了远远游业在战场之外的数十骑白马游奴手 这只吃了雄心豹自胆的龙象军 根本就没有任何援军 哪有这么打仗的 跟黄宋蒲打过交道的北梁边关大将 虎头城刘继奴也好 原先的怀化大将军钟红武也罢 又如何众湖之流 可都没这么失心疯 黄宋蒲忧心忡忡 举目远眺 皱眉不语 一席如山的北莽大魔头 种梁撇了阎老将军的神色 笑道 黄老将军 只要撇开林瑶奉祥两座军阵所在的广袤西域 其实刘州就这么大点的地方 北梁用兵再起 也是罗斯可里做道场 折腾不起大风浪的 哪怕密云山口一役 为北梁重新增添两万烂坨山僧兵 依然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黄宋蒲摇头道 刘州青苍城 有青园军阵 树枝徐家边军精锐 摇香呼应 又有玉鸾刀的幽州青旗 帮忙撕扯战线 无论是战略纵深 还是兵力对比 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烈士 何况 总梁接过话头 笑意更浓 怎么 老将军也担心 西楚双臂 谢西锤和寇江淮 两人果真都在刘州战场 为北梁出谋划策 老人坦然道 我相信当时任何一位武将 都没谁能够轻视这两人联手吧 风姿一态 如画卷上那种山林仙人的总梁笑道 只要刘州兵力始终没有汇聚一处 我相信都不会是老将军的对手 现在的三万龙象军相比第一场大战 虽然人数不减 也是从梁州左右骑军抽调过来的精锐骑足 可战力仍是差了些 至于寇江淮麾下的刘州轻壮 更是七拼八凑 很难去打那种硬仗 谢西锤的残兵更是不值一提 否则清凉山和都护府 也不会把两万烂陀山僧兵交付给他 满打满算 刘州本土兵力也就是七万 老将军麾下却是足足十五万之多 且随时能够从南朝边境或增援 只要不是一战击溃 说到这里 种梁自嘲一笑 没有继续说下去 一来是这话有些不吉利 二来是这种观点太过荒诞 刘州不是战场奇特的幽州葫芦口 而黄宋蒲也不是杨元赞 再者自顾不暇的梁州边军 再也无法腾出那么多骑兵 投入刘州战场 老人一笑置之 道 只是谢西锤和寇江淮两个年轻人 就让严震春 杨慎兴这些春秋老将都吃了大亏 现在刘州年轻人更多 这让我这么个老家伙 情何以堪啊 种梁想起那桩密室 有种感叹道 姜还是老的辣 种梁偏转视线 望向青苍城以西的地带 北蒙南朝一等一的部军精锐部拔族 从各座军阵临时抽调而出 总计三万余人 直谱西域 此时大概已经攻入 凤翔林瑶两阵了 北梁曹伟和玉鸾刀两支齐军 也就彻底没了退路 只是别说北蒙南朝庙堂和这支西县大军 事实上就连清凉山和淮阳关都护府都没有想到 本该率领两万僧兵赶赴青苍城的新任刘州副将谢西锤 奋兵两路 悄然入驻凤翔林瑶两阵 以一代劳 而刘州将军寇江淮 此时正领着麾下一万杂牌青旗 以奔雷之势向北突进 然后在黄宋蒲马兰子有可能出现的极限距离之上 骤然停马不前 而略作修整之后继续强势前冲的那支齐军 正是徐龙向麾下三万惊奇 刘州边军的野战主力 清朝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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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